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人与男人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 从此在对方的陪伴下度过余生 真的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 然而并非所有的女人都这么认为 对于有些女人来说 男人是她的猎物而不是爱侣 所以她会对她悄然烟笑 会对她温柔细语 会对她百般呵护 但却永远不会将她视为自己的爱人 对她付出真心与情感 而她的悄然烟笑 不是女人看到所爱之人的开心 而是恋人看到猎物之后的窃喜 她的温柔细语 不是女人对男人的珍视 而是她为了从她身上 获取某种利益而采取的手段 所以当她身上不具备她所需要的东西时 她就立刻收起笑脸 像扔垃圾一样的扔了她 此时的男人是懵的 他不明白女人怎么能心口不一呢 有些男人甚至因此对女人感到恐惧了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这个世界上有玩弄感情的女人 自然就有认真对待感情的女人 需得承认 恋爱对象成为了恋爱对象的窘况 让男人很是痛苦 但男人也不能为此就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这样一来 她可能会错过真正爱她的人 男人最正确的做法 就是辨别女人的真心 看她对待这段感情 是抱着玩弄的态度 还是认真的态度 俗话说 口乃心之门 许多时候 女人心中真正的想法 会通过嘴巴传达出来 只要男人稍稍留意 即可知道她对待感情的态度 婚姻是考验两个人的开始 期间两人可能会因为各种事情而闹矛盾 也会承担更多的角色 有时候 即使两人夫妻同心 也很难完全地解决一些问题 多数女人对于这个是排斥的 但是爱情的出现 给予了她更多的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 她会鼓足勇气 面对婚姻中的烦恼 以便能够实现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美好誓言 这一切在玩弄感情的女人看来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对于她而言 男人是猎物 是自己的饭票 让她丢下所有的猎物 只挂在一个男人身上 她怎么乐意 又怎么忍得住呢 在这种情况下 她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的未来 即便想 也只是她自己的未来 而不是她与她的 所以当男人提出两人结婚时 她会本能地拒绝 但是贸然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免会引来男人的不愉快 因此 她会用 结婚干什么 现在不停好 来敷衍 如果男人不再询问 那么关于两个人未来的话题 就到此为止 如果男人依然不罢休 那么她就会以 单身多么美好 结婚多么糟糕为主题 向男人展开多角度 多方面的阐述 在许多男人看来 不结婚对女人的损失比较大 因此 在听到女人的陈述以后 会不自觉地将女人不想结婚的话 归结于是对她的信任 于是更加地干劲十足 殊不知 女人不是不想结婚 是不想跟她结婚而已 二 不就对外说我是单身吗 你怎么这么小气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人 女人第一个想法 就是向众人公开 这么做是想收到大家的祝福 或许是受到 中国家庭文化的影响 有些女人希望 自己在步入恋情之时 能够获得来自家人 朋友 乃至更多人的祝福 因此在有了心仪的人以后 女人最常做的想法 就是向人介绍自己的爱人 所以我们常在影视剧中 看到这一幕 女人拉着心爱的男人的手 向众人介绍自己的男友 这时的女人是幸福的 是开心的 所以她的脸上 会洋溢幸福的笑容 以此来昭示她对爱人的满意 如果所遇到的人 不是她所心仪的人呢 那女人就会改变态度 她不仅不会向众人 介绍自己的男人 还会想办法 掩饰她已经有了男友的事实 比如 总是在朋友圈 发送自己 一个人生活的场景 比如开玩笑地说 要别人给自己介绍男朋友 比如 不公开她的身份 一旦她要求她 公布两个人的恋情 她就会找各种理由搪塞 这些理由看着比较正当 实质上 不过是借口罢了 有些男人 意识不到这一切 就会被蒙在鼓里 但时间是慈悲的 她虽然会默默注视着 女人所做的一切 但也会在适当的时候 用手揭开真相 得知女人对外宣传 自己是单身时 男人很是生气 于是就忍不住质问 在这种情况下 女人自然不会承认事实 于是只能插磕打混 将祸水引到男人或于小气上 男人多半不喜欢 女人说自己小家子气 于是就慢慢地放弃了追问 殊不知这么做 正好碎了女人的怨 在玩弄感情的女人看来 男友就是她的备胎 这个备胎可以不够温柔 不够体贴 但一定要听话 否则她还怎么从她那里 拿到她所想要的东西呢 所以她竭力让男人听话 不要去问些触到她底线的问题 否则那样自己会活得很累 你看玩弄感情的女人 就是这么自私 明明是她欺骗在先 她却埋怨男人 过于不听话 而让她过得身心俱疲 其自私的性格展露无遗 女人常常希望自己 是浪子的最后一人女人 能够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化她 让她早日回头 与自己共同铺就一篇 华丽的爱情篇章 男人也常常希望 自己是女人的最后一人男人 能够通过自己的付出 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真心 从而收起玩弄的心理 做个贤良的女子 同自己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 对此我想说 理想很美满 但现实却很骨感 这样的做法多半不会成功 最终的结局 是浪子潇洒地离开了 徒留伤痕累累的女人 在身后黯然哭泣 最后的结局 多半是玩弄感情的女人 挥挥手离开了 而付出较多的男人 在身后痛彻心扉 所以说 聪明的女人 不会招惹浪子 所以智慧的男人 不会与 玩弄感情的女人 在一起 男人在恋爱时 不要总听女人说了什么 更要看她 做了什么 如果她嘴里张口闭口 都是上述的两句话 那你还是 赶紧离开吧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